知名的资深制作人阿沟周游 28号上午率领台北明星试制会的成员来到了花莲 捐赠一辆灾情勘察车给花莲县消防局 内政部长徐国勇也亲自参加了捐赠仪式 让民间的资源导入防灾救灾的工作 他也表达了感谢之意 28号上午一找资深制作人阿沟周游 率领着台北明星试制会的成员来到花莲 捐赠一辆灾情勘察车给花莲县消防局 内政部长徐国勇亲自参加了捐赠仪式 也适成勘察车并且表示 政府开放山林政策后 国旅增加也让山林救援的频率跟着提升 很多人急着想要和山林接触 却往往忘记有一定的危险性 花莲县消防局最近三难勤务增加了约九成 因此有关在山上救难的设备就必须要更加的齐全 救难才能够更加确实 花莲县的消防局最近非常的辛苦 所以他们的勤务增加了大概九十几趴块一百趴 所以有关他们在山上要救难等等的设备 必须要更加齐全 所以我感谢明星试制会 我们在阿沟李朝勇 我们两位的带领之下 在我们的李会长 我们李会长Lisa 还有我们的创委人创委会长 他们共同努力捐了这一部四轮缠动的 而且是最好的排档车 让我们的消防局在救难的这个方面 能够更加的确实 然后更加的到位 不只是我们消防的设备这方面 我们必须要挹注包括收救权等等 事实上花莲的消防局 我也来了非常非常的多次 包括他们的第二次的 第二的备源中心 第二的备源的指挥中心等等这些 他们都建立得非常的完整 但是他们的量能在这个方面 还是需要中央跟民间的益助 阿沟周游表示 为了将救灾能量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因此选择到花莲 希望能够帮助地方 就是缘分 一切都是缘分 只要可以替政府做事情 我们民间都愿意出一份力量 其实我们台北市 新北市我们也绝过一步 我们都绝过 那因为想说 要捐就捐在偏远的地方 更有需要 更有需要 希望我们市场会有更多的人员 跟物资能够捐献到花莲 我们都OK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 这一次受众车款 四轮船动效能良好 适合用于偏乡齐驱的道路 而未来也会提供特种收救队 执行山区救灾任务的时候来使用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报道 我 谢谢大家